一个假装爱你的人会有什么表现 我通过大量的咨询案例总结了四点 你可以对照一下你自身的情况 一 他不会包容你 在你有情绪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的傻闷和脾气甚至比你还要大 对你没有一点的耐心 还折惯你影响了他的心情 第二 吵架之后他不会向你认错和道歉 明知道你很难受 但他也不会去安慰你 反而跟你冷战拒绝沟通 等你先低头 反正他不会妥协 三 他看不到你的付出 他只会不断的跟你强调 他为你做过什么 付出了多少 但对你的付出却视而不见 他的眼里永远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得势 四 他不会主动的关心你 他只希望对你照顾 你能给他钱花 可他自己却不愿意受一点点的委屈 也不关心你 不在乎你的情绪 不体谅你的辛苦 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 是能感受到的 只是很多时候 因为你的心软重感情 选择了自欺欺人 期待着对方 总有一天会被你的付出 所感动和改变 但你却忘了 装碎的人 你叫不醒 不爱你的人 你永远也感动不了 请不吝点赞 监管订阅 请不吝点赞 监管订阅